克里斯多福诺恩的《毕斯迈》这本书 咱们前三期其实就已经介绍完了 这一期咱们发散一下 聊一聊咱们刚开始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提的那两个假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是毕斯迈 你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从而避免德国的毁灭 第二个问题是毕斯迈和希特勒有没有关系 好咱们先说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你是毕斯迈 上一期我们提到过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问题是处在外部环境上 虽然毕斯迈后面有一些失误 但这些失误都是战术层面的 并不影响最终的结局 诺恩就认为 自从1871年打赢普法战争之后 德意志第二帝国走向毁灭的结局 就已经注定了 可以说 毕斯迈对这个悲剧性的结局 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他的对外方针就是三个字 不扩张 不仅不在欧洲寻求领土扩张 也不搞海外殖民地 以免和英法产生矛盾 那德国在1884年 曾经短暂的推行了海外殖民政策 这也仅仅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那和英法相比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 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 那可是毕斯迈的退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就像当初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 并非自己所愿那样 事后主动的退却 却并没有打消法国的仇恨 和其他邻国的警惕和敌意 那么当初打赢了普法战争之后 为什么不拒绝难得的加入 而坚持只要北德的小德意志方案呢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德国同意了 普鲁士也不至于强大到 让邻居们畏惧的程度 也不会和法国接壤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但是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开始 德国和法国就是世仇 当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武士 和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就闹到要决斗的程度 就更别提后面的拿破仑了 所以战胜法国之后 德皇威廉一世 甚至包括毕斯麦本人 都很难控制住飘飘然的情绪 另外前面咱们也提到过 战胜法国 让全体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空前的高涨 那南德以前是讨厌普鲁士的 现在他是主动要求加入 所以当时的情绪下 如果你不顺应这个民意 也无异于政治自杀 所以打赢普法战争之后 不管你毕斯麦愿不愿意 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就无法被阻止了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在1870年的时候 德国直接就开始启动政治改革 从皇帝拥有实权的君主专制 转型成英国的这种 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后面的悲剧呢 但是1870年的时候啊 即使是皇帝威廉一世同意 德国也已经没有英国道路这个选项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要从德国的选举制度说起 我们知道啊 今天通行与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啊 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 一开始欧洲各国的选举权 都是跟财产挂钩的 咱们以法国的七月王朝为例啊 七月王朝的选举法规定啊 只有年纳税额超过200法郎的人 才有选举权啊 医生军官科学家 有识知识啊 可以打个五折 你们这些人只要交100法郎的岁 就有选举权了 但是即使给这些人打了折啊 全法国当时也只有16.8万人 有投票权 也就是每一万个法国人当中 只有56个人有投票权 那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 那掌权的肯定就是有钱人呗 也就是资产阶级呗 那搞了议会政治啊 资产阶级上台之后啊 国王就没权了 因为国王的支持者只有两类人 一个是贵族 另一个就是没钱的农民啊 那贵族有钱 但是人少 农民人多 但是没钱 所以啊 国王要想控制住议会 拿到实权 他就必须要想办法 让农民也上桌投票 那农民怎么才能上桌呢 那就得取消投票的财产门槛啊 推行普选 这1848年的欧洲革命啊 七月王朝垮台 垮台的原因之一 就是当时人们普遍抱怨 投票权的这个财产门槛 定的太高了 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啊 就交往过正了 一下子就推出了普选 规定啊 只要年满21岁的法国男性 不管你有没有财产 都有投票权 那广大农民不识字啊 拿到投票权 他选谁啊 他肯定就选 拿破仑的侄子 路易波拿巴嘛 那别的候选人他们也不认识啊 这个路易波拿巴 当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之后呢 四年后 他又改主意 他说我要当皇上 农民依然支持他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就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路易波拿巴呢 也就从总统变成了皇帝 类似的情况在普鲁市也发生了 就是代表国王和贵族的保守党 在议会里啊 赢不了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 所以啊 就逼得比斯曼在1867年 就在普鲁市推行了普选制 让农民也有投票权 但麻烦在于啊 从1840年开始啊 德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 主要是电气化啊 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程当了工人啊 当时呢 代表工人阶级的德国党派 就着装成长起来了 那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啊 农村人口持续进程 工人阶级的党呢 也就越来越壮大 那即使比斯曼的保守党 后来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党联手 也选不过工人阶级的党 也就是说 自从1867年 比斯曼决定在普鲁市推行普选之后啊 德国的政治主角 就成了国王加上农民的保守派 和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这个对抗 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 根本就是打酱油的 成不了气候 那如此一来呢 英国式的这个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议会政治 也就成了水中月 静中化了 那反观英国啊 虽然英国啊 到1918年也实行了普选 但是他的投票门槛是一点一点下降的 从1832年的十分之一的英国成年男性 有投票权啊 到1918年的普选啊 用了80多年的时间 那在这样的一个缓慢稳健的过程当中呢 底层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过程啊 一直是受到资产阶级精英阶层的引导和控制 就没有产生基于阶级的严重的政治对抗 这和法国和普鲁士就完全不一样了 法国和普鲁士呢 普选权是一下子实现的 就导致了这两个国家民粹主义的泛滥 那我就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啊 选举门槛逐渐下降啊 对于缓和阶级矛盾 维持社会稳定有多么重要啊 在1845年的时候啊 恩格斯啊 他是资本家嘛 在英国有厂子啊 他就目睹了英国纺织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之后说啊 他要预测将来革命的发生 在哪儿都不如在英国来的容易 因为这里的社会矛盾是如此清晰和尖锐 必须发动革命 要想通过温和手段来解决问题 为时已晚 但是和他想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不到三年 革命在整个欧洲就遍地开化了 但是唯独英国没事 你可能会怪毕斯曼1867年啊 就给普鲁士普选权 催生了德国的政治早熟 但是当时啊 如果不降低投票门槛 任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党把持议会的话 国王的权力就保不住 那对于皇帝本人来说啊 对于毕斯曼来说 这也是个无法承受的结果嘛 所以啊 英国的道路 当时的德国就走不通 好 这啊 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啊 就假如我是毕斯曼 我能不能做得更好 从而避免得以至第二帝国最终的毁灭 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啊 诺恩的看法也是如此 他认为普法战争一打 得以至第二帝国的灭亡 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说说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毕斯曼和希特勒 是个什么关系啊 那一直以来啊 德国史学界的正统观点是 毕斯曼利用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 独裁政体 这三样东西啊 组成了一个四处征伐的混合体 那他的这个路径呢 决定性的诱发了纳粹 所以啊 德国史学界就认为啊 毕斯曼是希特勒的精神教父 是引路人 诺恩啊 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这两个人啊 实在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那首先 希特勒主张的是大德意志 也就是德国在能力范围内 能支配多大的欧洲和世界 就支配多大 他是主张权力扩张的 而毕斯曼呢 追求的是小德意志 也就是普鲁士能控制的德国 就满足了 他是坚决反对扩张的 毕斯曼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啊 他说争夺世界霸权 是德国负担不起的事情 那虽然啊 毕斯曼从1862年上台 一直到1890年被解职啊 这期间 普鲁士也打了几场大仗 但是没有一场 是毕斯曼主动发起了 所以你看 一个是极力扩张的 一个是不扩张的 这就不一样啊 那再从对德国的态度来看啊 虽然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之后啊 毕斯曼内心就很悲观 但是他仍然担惊解律啊 努力为德国争取一个 尽可能的最好的结果 而希特勒不是这样 希特勒在败局已定之后啊 下令毁掉所有的物资 他声称 没有完成历史使命的民族 没有资格生存下去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还要说毕斯曼和希特勒是一路人 这就很说不过去了嘛 好 接连四期啊 我们聊了聊毕斯曼这个人啊 如果我们拉开一点距离啊 把毕斯曼放在更开阔的 这个历史背景下 重新审视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他跟我们之前想的不一样 他其实是被动的 成了一个铁血宰相 而令人感慨的是呢 回望十九世纪啊 当时的人 对二十世纪的必然悲剧啊 却是浑然不觉 诺恩的这本毕斯曼呢 就介绍完了 对啊 谢谢大家